在第十七年的時候 竟然是 復發了 它本來是開左邊嘛 切得平平的 然後它說照的時候 除了這邊之外有沒有 魔指的淋巴結大 一大 你什麼東西會興奮 交感神經嘛 因為要抗戰 交感神經分辨出來是什麼 就是正腎上腺素 但是我們現在也發現 之前我有個案例 它才乳癌一起而已 它追蹤了多少年你知道嗎 17年 到第十五年的時候 它有一天跟我講說 江醫師我可不可以 不要每一半年都來檢查 我已經檢查了15年了 那麼久了 我應該不會再復發了吧 我要說你還是半年半年哪一次 因為那時候我跟他講 我說健康的人多久檢查一次 一年嘛 那你至少就是不是很健康的人嘛 那你半年一次天津地 合理 合理嘛對不對 可是他就說這樣子 他每次都要請假來怎樣怎樣 他說那改一年好不好 那一次 因為我也覺得 他才乳癌一期而已 如果他是乳癌二期三期 我可能會堅持 結果你知道嗎 他在第十七年的時候 竟然是乳癌復發了 那時候其實本來一年還沒到 他是第八個月的時候 自己摸到的時候衝過來的 這就證明是乳癌復發了 但是入院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問他說你先生呢 他說他先生半年前過世了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最近 有做一些那個研究 都有看到 我們這種乳癌很早期 就追蹤很多年復發的人 結果你去問他 大部分在前兩三年 都精神有受到極大的打擊 很多要嘛就 不然就是出現一些重大變故 你壓力大的人是會怎麼樣 你抗耳膜就會增加嘛 你壓力大嘛 抗耳膜大家都知道是 本來就會壓你的免疫力 你以免疫力不好 本來癌症就容易復發嘛 第二個之前我們也有提到過 壓力大 你什麼東西會興奮 交感神經嘛 因為要抗戰 這樣的神經分辨出來是什麼 就是正腎上腺素 但是我們現在也發現 長期放在就會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知道 為什麼壓力大的人容易得到癌症 其實不只是乳癌而已 其他很多都有啦 另外就是我們講的高糖飲食 以前我們都說 糖尿病的人比較容易得到癌症 其實很多都有在寫在標課書裡面 可是原因其實我們不是那麼知道 我們只說你那個糖尿病的人 我們都說你免疫力差... 所以可能是免疫力差的大癌症 但中原院直接告訴你 之前我有一個女性的病患 她本來是這邊有一坨纖維囊 摸起來硬巴巴 河冰水抱在這邊 一直定期在追蹤 她回診追蹤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說 我說我覺得你最近有點 你要不要稍微控制一下體重 她說拜託 我都停筋了 停筋前我來稍微照顧一下自己 停筋 我就說什麼都沒有 我說 妹妹要害我 對啊 就隨便啊 我就說你這樣真的很危險 她說哪裡危險 我就說你停筋之後 本來理論上 體重就是每年會增加0.5 如果你又不節食 你不可以控制 你就會一直肥胖 我說這跟女性荷爾蒙有關係 她說沒關係啦 我現在也沒要看 小孩子也生了 沒關係 不然要看我又怎麼樣 她覺得開心就好 她說我這個 我停筋之後已經睡不好了 然後叫我控制飲食 我覺得很累 我這樣就好啦 我本來叫她半年來一次 她還是自己改成一年 結果那一次一年來的時候 她還是有來 但是她提倒了兩個月自己來 不是我預約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她覺得這一塊變大 她本來就摸到一個微微的 她覺得變大 就來找我 結果一扎是乳癌的一起 好險是一起 好險她自己也有在摸 她就問我說怎麼會這樣 她不是說什麼 女性的乳癌都是跟荷爾蒙有關係嗎 她都停筋了 怎麼反而是還沒有在停筋前產生 反而在停筋後變成了 我就跟她講 我是叫你減肥你不要 你不知道女性停筋之後的荷爾蒙哪裡來嗎 從脂肪組織來的 你停筋前是卵巢 停筋後是脂肪組織 所以你停筋後如果控制肥胖的話 你的女性荷爾蒙就是會比一般人高 你這個也是乳癌的高危險群 所以我說這些事情可能大家都要注意就是 研究顯示就是說 有兩個族群就是乳癌的族群研究 就是說喜歡吃碳水化合物的 跟不吃碳水化合物的 她喜歡吃碳水化合物乳癌 發生的一個風險值是 高於一般的67% 其實碳水化合物是包含所謂的那種 米飯還有麵 精緻麵 米麵 你不要以為就是說 只有吃起來甜甜的才叫碳水化合物 其實甚至連水果 它都算是有些種類 是屬於高碳水化合物的一種 那我自己就一個38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就很不幸的就是 乳房摸到硬壞 那就發現是一個第二期乳癌 你也沒家族史 然後工作的環境 也是一般的那種行政工作 也沒有什麼再高風險放射線 那女生又瘦瘦的身材很好 也沒有什麼很特別的地方 就覺得很奇怪 也生過小孩 什麼不利的因素通通都沒有 但是她吃的食物就是 非常多碳水化合物的東西 其實她也注意 她高餅內沒有吃很多 但是她就會吃水果來養生 然後吃五穀飯 然後吃麵這些東西 幾乎都有這些東西 那其他東西都 我就問她說 那你肉類那些東西 你有沒有吃多什麼的 她說基本上 在某些女生的觀念 肉類吃多會怕胖 還有肉類為什麼會大腸癌等等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研究顯示 就是所謂的糖類 就是所謂碳水化合物 有字邊的糖 它其實攝取過度的時候 會在身體各部分 產生很厲害的發炎反應 被認為是跟可能跟胰島 胰島素的這部分有關係 所以高碳水化合物的飲食 容易得到乳癌以外 胰臟癌跟大腸癌都有相關 還有高碳水化合物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它除了容易造成 細胞全身的發炎反應以外 它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你吃了很多很碳水化合物 但是你反而蛋白質吃太少 雖然蛋白質吃多會結實 但是就是你把東西吃得很偏頗的時候 你要知道我們人的癌症 都是自己的細胞長出來的 你自己的細胞再生的時候 你要給它一個健全的環境 跟健全的原料 所以當你的飲食失衡的時候 它要長新的細胞出來 它會失衡 它長的細胞就會 下一個就是怪異的 根據臨床研究發現 現在這些文明病癌症 真的很多都是因為你的不當飲食 壓力造成的 所以根據其實我們的 癌症營養門診統計發現 如果你很喜歡 高熱量 高油炸 愛吃甜食 而且你 甚至還有你心情比較憂鬱 或是長期處於壓力大的人 你真的比較容易得到乳癌喔 那其實像我的門診 就有一個五十三歲的女性 她就說 她真的就得到乳癌 然後做完了化療 電療都切除完 那是因為後續要吃五年的 這個抗癌的藥物嘛 那所以其實你吃這個藥物 就比較容易變胖 所以她就來尋求營養門診 來幫她做飲食的調整 所以我就跟她聊聊 你平常都吃什麼 然後你的生活狀況怎麼樣 她就跟我說 營養師 我現在五十三歲了 你知道嗎 我從小就上腹 那我媽媽其實是一個 極度控制慾的人 她會覺得我需要就是 要取代爸爸來照顧她 每天我還有門禁 每天九點半就要回到家 三餐你就要買我喜歡的食物 可是她媽媽就是很喜歡 那高油炸像什麼 紅燒肉啦 雞排啦 那甜食的話就喜歡來那種 傳統的什麼布丁啊 蛋糕 菠蘿麵包什麼 覺得很喜歡 所以長期這樣子 他們就變成一口菜都沒有吃 她就說營養師啊 我真的 真的 一個禮拜都是沒有辦法排便 那我為了要逃離我的家庭 所以我選了一個 非常高壓的工作 就是我去了金融業 想說可以比較晚回家 可以逃離我媽這種情緒的壓力 可是那金融業壓力就更大 真的是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好 那我就跟她說 親愛的 其實你得到這個乳癌 還是會有原因的 我邀請你真的好好回歸你的飲食 運動 好好找自己的 就是找回自己的步調 那媽媽的部分我們可以笑 但是不一定每個都要順 找一些蔬菜 然後我們定期的紓壓 是可以慢慢幫它改變 因為我們其實也發現 你得到一邊有乳癌 真的幾年之後再復發另外一邊 是絕對有可能 所以我們就提醒說 真的好好愛你自己吧 乳房 其實如果你的疼痛 乳房痛跟癌症相關 一般統計只有4% 意思就是說100個人 因為乳房痛去就醫 沒有問題 大概有4個裡面 才會抓到可能跟癌症有相關 我們常做的乳房的一個檢查 就是最常用的是超音波的檢查 那在美國乳房協會是 40歲以前用診斷乳 還是用超音波比較準 40歲以後是攝影 像最上面這個所謂的乳房的囊種 就是你就把它想像成 裡面是一個 我們在射飛鏢水球的袋子 你就把這顆瘤拿出來的時候 裡面會流出很多水 纖維線瘤 就是你把它整顆拿下來之後 你丟在地上 會像那個小孩子玩的橡膠球 彈彈彈有彈性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看那個 這樣子旁邊崎嶇不平 凹凸不平的 那個常常就是細胞開始 有一些異常的一個變化 那其實彈彈彈彈的 所謂的多發性的 真正的多發性的纖維線瘤 一般就是說一個乳房裡面 會有很多這種實心的瘤 很多顆 那一般來講 我們常常臨床上的今天 真的多發性的人的話 他有時候左右兩邊 各是十幾顆這樣 但是都小小的 那越年輕的女生越容易有 但是有時候跟你補充特蒙 或者是說你本身的作息 最近比較不規律 他就比較厲害 那等到你在後面再來追蹤 可能他就不見了 我一個三十多歲的一個女性 她來找我的追蹤的時候 她就說 陳醫師我是之前有 乳房纖維線瘤 然後我現在想改來你這邊追蹤 根據線瘤應該講的是 像第二個這一個嘛 死心對不對 我那時候超音波探頭一下去 他就像第三個這一個 他就不是第二個這一個 但是他很確定就是說 他一年多前 人家跟他講的是纖維線瘤 結果穿刺化驗出來 的確裡面 細胞就是有異常 結果我就跟他說 那我還是幫你做一個 完整的一個 再做一個腫瘤切除 再做診斷這樣 結果一出來確定就是 乳癌 那所以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你不能講前面的醫生錯 因為有時候腫瘤在變的時候 他一開始他不會就是 張牙無爪很壞 他可能一開始慢慢在變化 那他一開始長的可能 前面的醫生做就像前面兩個這樣 可是實際上他的本質 已經不是那樣子 所以你只要再過三個月 或者是半年去追蹤 你會發現他的邊邊 就會變成下面症 這麼快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說第一次檢查 本來都沒東西 那當然就算了 你就不要理他 如果說你第一次檢查 醫生有告訴你有長東西 那麻煩你三個月到半年之後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真的都沒什麼動靜 都是乖乖的 甚至縮小 那我們當然就不用理他 最後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容易造成乳癌的幾個 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 你如果有家族史 尤其是你的親人 是在更年期前 比如說你的姐姐 他就得過乳癌 那這種會比你更年期後 得過的乳癌 他的家族的風險性會更高 第二個就是 從來沒有生育過人 或者是你的第一胎 是30歲以後才生的 因為現在這種時代 很多人比較晚温暖身 然後再來就是 初經來得比較早 小於12歲 或者是 田經比較晚 大於55歲 你的乳房是荷爾蒙的標的器官 所以你隨著刺激的時間 在你這一生越長 變化越大 你就越容易有細胞異常的 這個變化 那再來飲食的方面 高油高糖 我們都知道跟很多癌症有相關 另外一個 飲酒抽煙 是絕對更相關的 然後有證據顯示 肥胖也增加癌症的機會 你願意做運動 你本身的代謝狀況越好 細胞的新陳代謝越好 你發生癌症的比例會下降 最後一個是 如果你有家族 或者是你自己本人 有 軟巢癌 或者是子宮內膜癌的 一般對於這個乳癌的相關性 也會大幅提高這樣子 其實說真的 乳房大小的豐滿度 跟乳癌的風險 是不是會發生乳癌 其實是不相干的 實際上是這樣 有一個四十多歲的一個女性 那他陪他妹妹來做一個乳房的檢查 那乳房檢查之後 因為妹妹就 因為是摸到 妹妹比較稍微 比較像圓圓這樣子 體型比較像 那所以他摸很快就摸到有硬塊 他就來檢查 那檢查是有 那結果他說我們是姊妹 那姊姊你也順便檢查 那姊姊是比較豐滿 他就說平常又沒有怎麼樣 可是就 不過妹妹就說 好好好就陪你一起這樣子 結果反而是姊姊比較豐滿 然後一坐那個超音波 就發現有很奇怪的 小小的大概一公分的一個陰影 然後我們就趕快就幫他做一個 那個乳房攝影 結果後來確定就是一個乳癌 第一期的一個狀況 那反而就是說妹妹其實他摸到了 很快就摸到了 但是他的反而是一個良性的纖維瘤 那其實剛才圓圓有稍微提到 就是說乳房的一個大小的豐滿度 其實跟你乳房的診斷很有關係 一般乳房小的人 他很容易摸到 他就知道要就醫 但是很豐滿人 有時候他長在比較深層的位置 他自己摸沒有摸得很仔細的時候 有時候滑溜滑溜滑掉 他也沒有注意 所以乳房比較豐滿的人 他特別是在自我檢查的部分要注意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剛剛其實大家都很有醫學常識 都有提到 說男生有乳癌這件事 你今天一樣是一個兩公分 三公分的乳癌好了 長在這邊 他很快就可以貼到胸臂 你不豐滿的話 很快貼到胸臂 他可以順著淋巴這邊出去 但是你長得比較豐滿的人 如果你長的位置 是在比較靠外面一點點 對 就是說不要那麼貼近胸臂 反而他在走出去的那個速度 會比較慢 所以為什麼有一個醫學研究就是說 男生的乳癌其實的奇數 容易比女生後面 就是因為男生沒什麼胸部 所以你長乳癌很快就到胸臂 很快就會有往外跑的這個情況 這比較嚴重 對 一般女性自己能夠注意的 除了自我檢查以外 另外一個很多人 對於一個阻癌是否發生 是跟荷爾蒙的使用有關 那實際上來講 現在以前曾經有一個研究就是說 吃超過五年的荷爾蒙 容易發生乳癌 但是後來在另外更長久的文獻 發現就是說 如果你吃的是一個標準的一個 比如說婦產科醫師 開給你的一個標準治療劑量 好像沒有發現這個差別 唯一有差別的是你長期使用 但是因為有的人呢 他又喜歡愛漂亮 自己又加劑量 怕自己皮膚老化或怎麼樣 就把雌激素過度的補充 這一種才是真正會增加乳癌的機會 我不太喜歡把餵奶這件事 變成一種情緒勒索 永遠相信一件事 你不會少餵一滴奶 你的對小朋友愛就少一分 普魯是親衛是最辛苦的 你要想一件事情 你每三到四個小時 就被吵起來 你就會脹 我曾經有媽媽呢 第一胎往那32歲左右 她餵奶 為得認真 認真到她 塞奶了 奶脹了 可是她不願意來看病 為什麼 她知道我來看病 醫生會叫她暫時不要餵 要住院打抗生素 困到多凶你知道 她來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乳房嘛 帶有四分之一是凹下去 她後來做那個青創手術 可是呢 女生的再生能力 你看有多好 她第二胎還是堅持胃 那那一胎就順遂很多 那這是順利的 可是你不要認為乳腺 或者有腫脹 就只有乳腺炎 乳房外科在大概2012年左右 開始一直在推動 不要忽略懷孕跟產後 也是乳癌的高危險群 因為那時候 磁激素大量刺激之下 所以他們說我們推動一個初期 可是那要一點時間教育 因為一開始懷孕 叫你去做乳房檢查 你帶懶得做 第二個 產後的時候 因為胃奶 脹奶 一定有一顆顆粒 那你就覺得 這個還正常 你也不會來 所以我們推了很久 今天那一年抓了好幾個 我分享這個個案 他就是32歲 生完 第二胎 他第一胎也順順的 沒什麼特別 那第二胎 他就覺得比較容易 只塞奶 脹奶 當然想當然了 就覺得是不是老了 女生都怪自己老 他想辦法用一些方法 可是很怪 就有一顆 怎麼揉也揉不散 硬揉的時候 就變草莓奶 那網路上看一看 人家說 你這個可能有化膿了 他又拖一陣子 那我就叫他去看乳房外科 乳房外科超音波一掃 一切片 其它是乳癌 所以就告訴大家 你不要認為產後的乳房 只有乳腺炎這個問題 其實還有可能相關的疾病 所以概念是這樣 如果有 腫塊持續存在 越來越嚴重 分泌無異常 乳汁跟草莓奶跟那個農 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有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跟你婦產科 或直接找乳房外科一起 乳癌的治療很多種 我該怎麼嫌怎麼辦 對 剛才我講到這個乳癌治療很多種 在我比較年輕的時候 治療的乳癌 都是標準化 第一期怎麼做就怎麼做 現在第一期裡面 因為蚊子生物學 基因體醫學進步 所以它的蚊型就很多 比如說在這裡我們就提到了 第一個叫做 荷爾蒙接受體 ER PR陽性 那這種就是說 它的細胞 癌細胞的表面 有荷爾蒙的接受體 換句話說有荷爾蒙的接受體 你如果用一個抗荷爾蒙的藥 來進來的話 它的這個細胞就不容易繁殖 那麼這個荷爾蒙接受體 裡面還是有分一個 比較惡性一點的 我們就叫做 那麼如果它的繁殖 比較快一點的 這種我們叫做 那麼管腔型A的話 當然它因為比較不那麼惡性 所以有時候就以 那麼真正腫塊 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才來用 那麼至於這個管腔型B 因為它繁殖得很快 所以也許在比較早的時候 我們就不只是荷爾蒙的治療 我們先前要做一些化學治療 再來我看到 我們最後的這個下面 最下面的這裡是 也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癌細胞的表面 表面上沒有這個荷爾蒙的接受體 也沒有所謂的 三個都是陰性的 那麼三陰性的話 表面表示說 細胞的表面沒有這些接受體 意思就沒有辦法去對這個接受體 再結合一個什麼東西 讓它癌細胞不生長 所以這種叫做三陰性 那三陰性到現在為止 是比較 還有 但是現在還是有很多的化學藥來用 所以它基本上以化學治療為止 而且三陰性它抗炎性比較高 所以抗炎性高的話 對於免疫的治療就有效 那麼現在剛剛好剛烤出來的 已經我們的食藥室 已經通過了這個免疫治療的藥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國內的福音 我們現在幾乎跟歐美已經同步了 還有一個叫做 那也就是說 癌細胞的表面有一個 我們如果找到一個對抗它的 單株抗體把它夾住的話 它癌細胞就不長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一個 但是標靶治療到目前為止 還是要跟化療合併更有效 我們等一下還有我們這些專家 還會講到一些怎麼樣開刀 不可以好像都站在我在講 有一點點 給我一下 有辦法讓大家討論一下 輕一點點 緊張叫什麼 等一下 不過我 他在講了以後我又說我會叉叉 補充一下 對 叉叉叉叉 主要是說讓觀眾了解 現在我們台灣 治療乳癌的成功率相當高 是的 是的 你萬一有得 不萬一 不小心得到乳癌的話 還是慌慌的 不要害怕 其實很容易治癒 所以還是要跟醫生配合 我們團隊一定會跟 病人和家屬來溝通 做最好的選擇 療效最高 護狀最低的 精準 客製化的治療 是 現在的醫療跟過去乳癌不一樣 因為乳癌的治療方式 可能只有一種兩種 現在已經就針對型的了 針對那個治療 你的痊癒率會比較高 是的 是的 你就只殺壞細胞 不會殺好細胞 對 對 所以現在就是說 針對這個壞人去殺 以前就叫做一時皆福 這樣吃麻煩 現在這個比較精準 對 運作要害 是 那現在乳癌開刀越來越進步 其實很多時候 以前我們得到乳癌的時候 絕大部分更早更早以前 是要必須要把整個乳房都拿掉 那現在來講 幾乎都可以保留乳房 可是有時候會遇到某些狀況 就是乳癌何時需要全乳切除 不管你接受什麼樣的治療 你的乳房的傷口 無法得到一個好好的一個照顧 比如說你在打化療前 你就一直有 那你打了之後還是一樣 甚至你本來沒有 但是你打了化療之後 它就爛開來 等於說化療療效不佳 第二個是 即便你一開始你的瘤很大 那我們會希望打化療給你縮小之後 然後再開 那可以 就是說你很大開 可能乳房就缺一塊等等 那有時候你正在打的過程 你再怎麼打 換了兩三種藥 瘤還是沒縮小 這時候它還沒有遠端轉移 那你就趕快把它開掉 那這時候也要考慮全乳切除 那但是現在對抗這種乳癌的 武器越來越多 那所以我自己提供的案例是 一個50多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來我的門診的時候 就說要看乳房 那看乳房我們當然就會 請護理人員去誘導進去廉紙裡面 那我就聽到她說 你旁邊可能要墊一塊布 那時候聽了就是要慘了 那種要墊一塊布一定是有 流東西才會叫你要墊一塊布 結果一打開 她的左乳就一個10公分的腫瘤 那一直在流血水這樣子 那這時候我們其實 大概就可以知道 一定八九不離十是乳 那之後我們做一個 穿刺的一個切片真的是乳 那就開始跟她要做 後續的一個治療 要先做一個所謂的 前導的一個化學治療之後 讓腫瘤去縮小 縮小之後再來跟她講 再來考慮是不是有機會開導這樣 那她運氣非常好 就是說打了第一次的一個 化學治療之後 她的腫瘤本來是10公分 她就縮到大概只剩下7公分 第一次而已 才過了大概10天她就縮了 那因為那時候本來會跟她說 大概你這個打完整個穩定下來 應該還是要全乳切除 那她本來邊在流組織液的那個 打到第二次 組織液就開始不流 又縮得更小 打到最後四次打完的時候 她的流只剩下大概3公分 3公分而已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把她去做手術了 那做手術的時候 就把她那一塊原地的 那一個3公分那部分 挖了一個安全範圍之後 旁邊再去送切片 真的旁邊也都沒有癌細胞了 這時候她就像剛才教授講的 技術越來越進步 她甚至可以當場做一個 重建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病人非常非常幸運的是說 她開完之後 以她一個本來10公分 一直在腎組織液的這個疾病 到最後她出院 現在在後續在做 持續的一個化療的狀況 她的乳房的形狀 並沒有產生太大的改變 所以其實就是說 生病其實越後面得越好 技術越來越進步 你的型態也破壞越來越少 然後你的治癒率也會越來越高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MING PAO TEMAN ODCUM 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